Q.U.A.Y Hello 大家早上好 现在是7点多钟 今天第一天来上课 还不知道教室在哪里 这就是我的那个智齿 什么呀 鱼板这么一打样 是别的咱剥款 大家我们现在要去华盛顿 我这头发怎么这样 去华盛顿大学去看樱花 像西雅图啊温哥华这边 每年到春天的樱花就特别有名 也不是有名吧 就是大家很喜欢周末去看 最近天气都特别好 不过呢没有带妹妹 妹妹有自己的私人助理 每天带着出去玩 喝这个归零爽秋梨风味 就是那种归零高 然后里面是梨味道的 就是喝起来比较清沸吧 年轻人都喝奶茶 中年人就喝这种 对啊好多车呀 现在是旺季 挺难找停车位的 等了半天 大家总问这个墨镜 Q-U-A-Y 是一个澳洲的那种快销盘子吧 他们家墨镜就比较时尚 我这个好像几十美元 四五十美元的样子 特别多的人 好漂亮的樱花 好多好多人在这超漂亮的 我们在这拍照 然后不停的有人 我就在这摆pose 然后没有人的时候 就照两张 哇哦来不到这边还有喷泉 我以前从来没发现 这边还有个喷泉 来了好多次 皇上顿大学 我们改主意了 本来说日本料理店 后来又是吃烤鸭的 最近又来这家 在这边挺有名的 他们家烤鸭不错 上次和猫头一面鸡的时候 就吃了这一家 你把那个拿走吧 要不然他一会又改那个 你给他切成小块 让他自己插着吃 妈妈给你卷一个饼好吗 他这个饼比以前薄 来吃吧 好谢谢 我已经吃不下了 又来了一份小笼包 大家早上好 现在是七点多钟 我正在做炒蛋 用黄油炒 郭彩杰 郭彩杰已经起来了 他哥哥还没起来 我老公也没起来 阿姨要九点才来 我今天呢 要去上课 今天是第一堂课 我是参加这边 就是有个社区的 算是大学吧 参加考试 然后分班 去学习英语的写作和听力 这个炒蛋有点丑 上去这样吧 今天第一天来上课 还不知道教室在哪里 我走错楼了 走到了一个好像学机械的那样的一个楼 里面全是车床 太有意思了 上完课了 我们班上一共有十个同学吧 大概有四个中国学生班 就还挺多的 老师还留了作业了 回家还要做作业 例子上课感觉还蛮好的 就是可以结识一些新的人吧 还可以学一些东西 蛮有意思的 突然发现我们家门口的这个花开了 好像一日之间开了 以前都没有注意过它 我今天早上刚刚送了儿子去上学 然后现在回家了 一大早起来就炖上汤了 排骨先用水焯一下之后 然后再放到这个铸铁锅里面 放姜片、花椒、大料、料酒 就这样一直煮一直煮 这个过程中盐也不要放 也不要放其他的蔬菜 先把这个排骨就是煮到位 因为这些排骨一次吃不完嘛 习惯流出来一半 然后用剩下的一半再放 今天想用的蔬菜 比如说有时候放番茄、蟹味菇 有的时候放莲藕 就是冬瓜等等 如果你一大锅里面连菜都放了 炖出来 最后吃剩了下一顿再热呢 这个汤水就不鲜了 会有一股烂菜叶子的味道 反正我自己是这样觉得的 所以一般就是先清炖这个排骨 然后再根据每顿的分量 再往里添蔬菜 现在已经11点了 我要去做会儿作业 因为昨天不上课了嘛 留了一些作业 我在削铅笔 准备写作业 下午一点半 还要去看牙 因为我后面这边长了一个智齿 就是让医生可能要拍个片子 看它是不是影响前面的牙 还决定是不是要把那个智齿拔掉 然后我在这边写作业 开刚开始 其实就是有些单词我看了也比较简单 就是那种以前六级的单词 可以坚实一下基础 因为好多也都不用都忘了 班上有十个同学 然后其中有一个同学印象挺深的 他好像是以色列的 他原来在里 以色列是建筑师 但是他来到这边 因为他们那边说俄语 还有什么西伯来语 所以他英文就不是特别好 他两个小时都大了 一个八岁一个十一岁 他想在这边重新做他建筑师的工作 那需要跟就是施工的人等等 各方沟通嘛 所以语言如果不是特别好的话 就不太好 所以他就也来学 反正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 然后大家都是想来提高一下 英文的水平吧 我们这个课好像一共才两个多月吧 一周就上两次 所以也没有几次课 我想我尽量还是坚持吧 因为过段时间 我们家那个阿姨要回国 所以那段时间就得我自己带过彩节了 但那个时候可能还要上课 到时候再看怎么办 不行请个假还是怎么样 学完这个我在想学点别的 反正这边就是有很多很多课 如果想学的话都是有机会的 还挺有意思的 我很多年都没有上学 写过作业了 好 我现在要去看牙了 靠这个手机壳是行李箱这样的 我现在要去看牙你 好 这两天天气依旧很好 我超不喜欢下雨 找一下我的那个诊室 我缺心眼了 我现在又回来坐着了 我来了之后发现 怎么没有那个牙医呢 后来一看胃肠科 我想起来了 三周前吧 我总是恶心 就是胃不太舒服 然后我就那个约医生 结果就约到了三周后 但我上周呢 其实觉得自己已经好了 我就打电话取消了 但是我那个手机日历里边 并没有取消 所以我今天就又来了 也没有仔细看 我约的是个什么医生 但致尺是明天 所以乌龙了 太缺心眼了 现在回家吧 明天再见 哈喽大家早上好 我刚到学校 今天又要上课了 第二次上课 今天天气有点下雨了 有点阴天了 还有三分钟 我得赶紧往教室走了 拜拜 上完课了 我觉得我这个上课呢 学不到什么东西 因为他讲的比较简单 他也不练听人说的 主要就是写作 怎么样把文章写得好一点吧 就是像度假 因为如果在家的话 可能一会儿干点这个 一会儿干点那个 有时候还想着 天气好嘛 就拍被视频 就总是闲不住 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 但上课的话 因为就是也不是很难嘛 我就经常在那发呆 坐着 觉得还挺放松的 好了我现在回家 回家要吃午饭了 现在准备出去看牙 今天是真的去看牙了 没有记错 昨天走错了 刚出来 我现在得回去 因为我刚才看见 给我们家捡树 那个园丁 刚开车过去 我要跟他说 那个树分叉了 要捡一下 之前给他发邮件 然后结果他发了张照片 说我给你捡了 我一看发的是别人家的 他把别人家树给捡了 刚开出来就看见他了 第一次来 还要找一下在哪 人家看我拿了摄像机 我觉得好奇怪 刚才拍了个片子 那个闪闪发亮的是什么呀 可能是我的牙套 有一个做了考词罐的 这就是我的那个致吃 先坐这等着 医生马上就过来了 医生聊完了 决定要拔掉 如果不拔的话 他就影响旁边牙 就很难刷嘛 也很难用牙线 所以还是拔掉吧 好了搞好了 交了150块钱 因为拍那个X光的话 我的保险包含的比较少 所以今天要付自己付的钱 有一共可能是要180吧 今天先交150 下周来拔牙 刚才我去一个日本料理店 打包了晚上要吃的 那个卷 他们家卷特别好吃 在这里好好吃嘞 还有一盒在底下 去附近商场再买一个鸡蛋饼 给儿子 待会儿去放学接他的时候 给他吃 就是这个鸡蛋饼 鸡蛋饼买好了 现在可以放心的去接他了 不怕他给我要零食了 我接小孩回来了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晚上吃什么 这是我下午配好的菜 今天就是用这个西芹拌这个早上 呦 sorry 早上煮好的花生凉拌一个 这个牛排要煎一下 就Costco买那种厚牛排 但它一块特别大 所以就切半块 你吃就够了 牛排提前腌上了拿盐 然后这边是腊肉蒜苗 和超过的冬笋 这个鲜的冬笋 剥开之后要用水焯一下 就能不那么涩吧 西兰花的根 就是吃的西兰花把根留下来 然后把它切成片 我要炒一个用肉炒一下 肉也提前用姜 酱油 花椒粉什么的 就是料酒给腌一下 我家平时就是要么是炖个汤 要么就是这种小炒 吃的比较多 小炒比较快比较简单 就是一回家马上一炒 就可以开饭了 像鸡蛋一样的花肤饼 给你吃吧 他好爱吃的 哦对了 这个没给大家展示过 也是OXO那个牌子的 上面带孔的一个帘子 就是你炒菜的时候 一爆锅不是工油吗 就用这个挡一下 就是油都不会溅的 到处都是了 我平时把它就是塞这边呢 然后拿出来用一下 那么多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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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想分享一下 我最近发现一个煎牛排特别好吃的口味 就是加醋 你常规去煎牛排 然后在牛排快好的时候放一种醋 我找一下 在这 最好加意大利红醋 我比较喜欢的是Trader Joe的这个牌子 这个醋不是很酸 有葡萄的香味 这个就是有橘子味的 这个就是比较酸 我觉得不适合加到牛排 你拌色拉还可以 这个也是红酒醋 但这个口味也稍微酸一些 那我待会煎好的时候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怎么放这个醋 来调一个牛排的汁 这边铸铁锅再预热好了 我就加一点点油 看这锅开始冒烟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下牛排了 现在牛排快煎好了 我把火已经关了 现在就可以开始调味了 如果你是那种平底锅煎的 平底锅因为散热比较快 现在就可以往锅里面加调料 加醋了 我这个是铸铁锅 它特别特别烫 所以就是再等一会儿 让它稍微凉一会儿 防止这个醋加进去 马上就糊掉了 这差不多了 往里面加醋 因为这个里面有油 你看这锅还挺热的 这个时候也可以再放些 其他的香料啊 迷迭香啊等等的 我就加这个大蒜味的盐好了 安娜的这个牛排酱就调好了 其实超简单的 就是用煎牛排的油和醋 这时候牛排不要马上切 要歇 它不说10分钟吧 把它要切开 否则如果你马上切 那里面那个血水 马上就流出来了 那现在这个时间 就牛排会吸收里面的水分 然后把那水锁到肉里面 这样肉才比较juicy 你看就这个牛排的这个汁哈 你尝起来 它就是一点一点都不酸的 刚才那个醋一加热呢 就很多酸的东西 就都挥发了 现在就是留下那种回甘的口味 这特别棒 这个醋是我挑了很多种 我觉得配牛排比较好的 所以加了vinegar的牛排呢 就是别有风味 大家可以试一下 给大家介绍这种啤酒 超好喝的 就是长这样的 Costco和Whole Foods都有卖的吧 用一股很浓烈的葡萄的清香 像什么玫瑰香那种品种吧 就像国内那种 不是有很浓的那种葡萄香气吗 这个啤酒带有那种香气 Fremont 这个啤酒 好好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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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就这样吧 晚饭吃完了 现在要出去吃饭 我们这边有一个兰州拉面 好像挺有名的 去尝一下 不知道好不好吃 第一次去吃 到这个餐厅了 好像叫牛一嘴 毛细一细 什么二细三细 什么面 我觉得那个拉面 还是细的好吃 吃这个一定要加辣椒油 哇这面好少啊 没几个哎 我先尝尝那汤吧 我陪我很多年前去兰州的时候 吃的好吃 好像也没有北京的 有一家叫燕兰楼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 那家兰州菜馆的面子 没经验了 这个三细的不够细 我应该要那个特细的就好了 你的是什么 拌面 辣植肉拌面 你不爱吃香菜吧 没错 没油 还可以面有点硬 尝尝这个牛肉饼 给小孩买的衣服到了 在那个英国童装叫next那个网站买的 因为现在小孩开始学游泳了 又到夏天了 是给儿子买的小拖鞋 超级可爱的鱷鱼 他们买童装挺方便的 如果你不满意的话 他把那个退货标签都给你寄过来了 你直接就是打个包 一贴 丢到油纸就好了 这裤子好长好大呀 这是给郭采贤买的游泳衣 可爱吗 妈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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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妈咪 what I want to eat candy 你好像送快递的呀 都怪妈妈买了一个蓝色的头盔 为什么不是蓝色 为什么不能可是蓝色 我觉得蓝色特别像那个工作服那个样子 建筑工人也特别宅 为了躲避我叫他出去 你躲这里干嘛 出来 你躲里边你就可以不出去了 不行 我头盔都给你买了 赶紧给我出去 快出来了 郭采贤你得把头盔还给哥哥了 郭采贤 来咱们陪哥哥去花轮花了 走吧 我穿着睡衣就出来了懒得换了 对小心 加油 加油 两手同坐 一隻脚踩住 可以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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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没有 郭采贤 你给我带点 你给你登然后抱在上边呢 好 登 郭采贤 郭采贤 你看,他很会的 他一学就会了 买了几双袜子 大家好像都知道这个牌子 因为我特别怕冷嘛 像这种春天什么的,我都要穿袜子 而且要穿那种运动袜 就里面带毛巾的那种 绿色的 黑色的 白色的,还有花花的 然后现在讲穿的也是HAPPY SUCKS的袜子 现在在给郭彩杰喂饭 都快喂完了 做的那个红烧排骨,然后炒青菜 把拌一拌,拌到米饭里 不配合就是吃差不多了 你看拍你呢,你老实了 是吧,吃饭的时候手里都要有玩的 拿着吧,主板这么一打呀 是别的咱不夸 把东边来了个哑巴 手里提这个喇巴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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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下班了 你是妈妈 阿姨 帮你擦个手,稍等 插叨 要开洗碗机,洗碗机有些地方就把这个给拆下来 洗碗机里洗一下 一般也没有什么特定的清洗频率 就有地方我就把它塞进去 调整一下 宝宝你不要拿 开始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你怎么样啊 你玩着开心吗游泳游的 你游泳游的好吗 Try blue one more one more 爸爸给你拍照了吗在水下 放到妈妈视频里啊回头 游泳游的衣服得马上要洗 因为明天还要取油呢 嗯 这又怎么回事吗 郭彩姐把她的歌给揍了 好样的 这 早上 早上 我在等 学你回来 夜花儿 你不要猜 哈喽 现在要做一个油泼面 超级简单的 就准备五花肉 葱还有面条就可以了 原料都在这里了 这个里面是姜粉 腌肉的时候我喜欢用姜粉 就不用姜末了 油泊面的碗底调料 一般是放酱油和醋 这个就酌情了 如果你喜欢吃酸一点 就多放一点 我就放一点点醋 我喜欢用这个猪姜桥牌的 低盐酱油 这个酱油有一点甜甜的味道 那种一般的生抽 直接拌到面里要好吃很多 油泊面的面呢 最好选这种宽一点的面 这是在中国超市买的那种刀削面 如果喜欢吃麻麻的味道 还可以放一点花椒油 这个花椒油不要放太多 太多的话特别的麻 除非你是四川人比较能吃麻的 开了 这边我要开火炒肉 其实正经的陕西油泊面里面 是没有肉的 但是我们自己家吃嘛 就是要加一点肉比较好 油不需要太多 因为我们待会还浇油呢 最后这个晚上再放一些辣椒面就可以了 从中国带这种 不过这种就是比较辣 我们家又不是很能吃辣 所以可以用这样的就是香辣蘸料 不过它里面除了辣椒粉还有别的味道 代替这样就不会很辣 来我们来拌一拌 拌的时候那个辣椒面香气扑鼻 好香 好不好吃 好吃 它这个面就是比外面 国内那种拉面线拉的那个差一点 它就没有那么筋道嘛 因为是那种切面冻面 但味道很棒的 而且挺简单的对吧 大家学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